ROPRO也沒有打 所以Ivan跳出來 SPIT Ivan要選擇繼續做BROP 做了一個六萬的下注 算是蠻大的 三分之二的下注 那他勢必是會對任何的家注棄牌 要選擇ALL IN WOW JK 剛拿完KK又拿了Azis 這裡應該是 大盲位只剩下兩萬四千 之前我有朋友算過一些統計 就是假設你在UTG 像這種BBRM的game 你在UTG如果剩下5BB以內 基本上要O-in 100% 那他的Q7前一把沒有O-in 不知道前一把可能拿真的太爛的牌 所以才會到這個 不然其實因為你這個牌BBRM上去之後 你變成是說你5BB對的時候要有7牌率 可是你一上個大盲就要負兩個大盲 就等於強制O-0 對對對就差不多要強制O-in Kings Aces You're Happy True? 沒有辦法 短球馬在一輪的忙足之後還是沒有等到 還會告訴你 我就繼續打了 感覺好像一個燃爽瓦 可以帶她來 找一個燃爽瓦 還是砂糖 啊 你想要拉 Mia 或什麼? 大盲就好 打了两个大猫,非常艰难 现在是四人桌 可以看到Peters的生前筹码好像并没有刚才那么多 他似乎是在我们切换到另外一桌的时候 丢失了一个大的敌尺 一会等一下再来确认一下他的生前筹码 的确他只剩下25万 30个大猫左右 直接获胜 直接获胜 修出了他的十七扎射 如果在窗外有玩家对你进行加入的话 你会用这手大猫来防守吗 你说七十吗 对,十七扎射 应该是会的 七十我觉得还算是蛮大的 应该还是会防守一下 对 我也是差不多 中到任何一个队子就跟对手打完 对 我会边缘防守 因为七十这手牌也差不多啦 就是前百分六十的范围我会用来防守大猫 对 好在刚刚也并没有人抢他 但是都不用看自己的手牌 对 直接就免费的收底 三九 改掉 大家都获得了一个握 对 连续的两次大猫获得了一个小的惊喜 对 我们来了一个老将 我记得他的 我的偶像 我记得他的生涯奖金也是有个 两千三千万美金 对 他目前是排名世界第三 他的all-time moneylist 打扑克真的是一个 对于职业来说 如果你打得好 他真的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职业 基本上 你是可以不用退休了 你要退休还是可以随时回来工作 如果你打得好 其实这个 那我觉得相信可能年纪大了干嘛 或是什么 可能会有一点体力上的影响或干嘛 可是其实 在大部分的状况之下 打扑克是一个可以持续很久的一个 工作 对 因为埃里克萨德尔是 1959年生的 50后 他是一个50后 对 今年已经是 接近60岁 对啊 是我们 排圈的长青树 这是一名非常强大的玩家 曾经八次拿到世界级赛事的冠军头衔 八次的WXOP金手链 真的是很厉害 对 我还打很久了 对 他打得非常久 他学打牌的时候 我应该还没有出生吧 还没啊 对 肯定是没有 有 游泳八条金手链的神话版的人物 扑克名人堂成员 那我们的backhawk 他还是持续的有很大的牌 对 let's queen 忙住是X10做了一个抵抗 这是一个蛮适合持续下注的一个翻牌 对 他没有打三条10 对手 中了三条10 对手 我这边要check要bad 其实我觉得都ok 都还ok 对 他选择去获取一定的value 好选择下注的4万 他选择跟住 他选择跟住 这里他有一个 他选择加注 加注 他这里毕竟有一个卡钩的概念 的确是可以用这手牌在这里 摸摸掉对手 对手打得很凶 对弱牌 正好也是不巧撞到了对手的top range 对真的是A10 因为对手的确在这里会立的很多大量的范围 好用掉了一个 祭司牌 這邊 不知道他選擇3-bet還是選擇 選擇扣呢 他後手 照理說我是會跟啦 然後可能跟一下把River來做一個bluff catch 因為如果這邊再加回去對手 如果真的slow play KK就GG 他選擇再加住 而且這個尺碼反而會讓對手特別的難受 打4萬加住到12萬 再做一個最迷你的 後手只能加20萬 對他做的是真的是一個最小家住 差額是8萬 12萬加8萬 他聰明的選擇棄牌 因為的確是4張勾的卡勝 賠率的確是不夠 讓他再跟住8萬 不過他在TEN上的操作還是非常的精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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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六人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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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六人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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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過只剩10個大毛了 你還有一個小家住 也是一個最排力的一個TELs哦 一般性的情況是不太會有open floor的 就可以感覺到這個牌力的強大 對 巴森有一個5-7 5-7雜射 1他們的風格應該蠻有很高的聚會梗 他的後手是184千 大概是二十二二三個b run 要跟 他這裡還是會call 選擇防守 Astuse有一個bottom pair帶一個battle flush 還有一個overcut 那 為了保護應該是要下注一下 其實可以跟觀眾分享 每 其實你要再翻牌 翻牌你要擊中一個對值幾率大概就33% 33% 33%左右 而且這擊中一個對值 如果 代表說你要是擊中頂隊幾率大概只有11% 對 所以在絕大多數的狀況之下 對手的seepay 他其實 其實有 有90%不是頂隊 對 8-90%的幾率不是頂隊 對 所以遇到當你手上頂隊的時候 不要那麼隨便的就被對手駐馬下到的氣牌 對 對啊 對 對 那 對 對 有 在 對 可以 對 對 對 A3同色 我们的传统所有是选择开持到18000 一个标准加注 大盲卫防守勾四同色 可以看到在短桌上 玩家们之间的对抗 在翻前是非常的 顽强 那这个结构跟我们刚刚前面几个 有稍微聊过 比如说357 我会check我一些的 我的ACE HIGH 然后可以买卡顺的成长空间 我现在看到 勾四是得到了一个方片听牌 并且有一个卡三的顺子 那我们这里 所以 一样有一个卡四的顺子 如果没中的话 可能要投一帖 可能要推一下 不然 不然 开张黑桃也蛮尴尬 推不太出去 可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秀当倍率了 对 会放弃呢还是要O1 因为现在它的底池跟 差不多1比1 对 放弃 那A HIGH是成功的赢下了这个底池 没位置真的是难打 对 这真的是 没位置的时候 因为每张牌开下来的时候 在前面都要先做决定 对 后面的人可以看 看你在做决定 其实都差非常多 可以看到 这里 A HIGH牌 就是在单跳底池里面 达到最后还是有很大的 show down value Centillo 这里Centillo是拿 一手 miss掉的买花 在合牌 翻牌 他们两个都是check 然后Centillo 打了这个 Water 然后 Podoski call 在River继续打 没有目指对方 判断里面的圈 是 对方 是 对方 那么 是 你 怎么 呢 你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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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David Peters 这边有将近是30个Bbrand 他的有个Pocket Deuce 我之前有看过有人拿这种牌 直接20-30BP直接open show 可是应该这样会不会做得太积极 好,Peter选择LIMP 这一招算是蛮特别的 Pocket Deuce在选择Button LIMP 因为这样一个成熟队子 其实也是可以游戏一定的反吼 那在玩家没有在反潜加注的状况之下 其实可以秉除对手没有很好的Ace 所以Peter主动在没放潜状况下放潜进去 所以他的手排范围还是会比另外两个玩家稍微强一点 所以他这边是一个适合偷下注的机会 对了,对 那这里Cadeo是击中了抵对选择防守 我们看到 Outen上击中了两队 在一个买花面 转牌到了花 同时也击中两队 那么这里依然应该是一个标准的过牌 好,后之位对手并没有动 好,目前情况是单勾成顺 顺花都到的情况下 Cadeo这里会怎么办呢 继续选择check 打得非常的稳健 这2-2不太好出手 好,选择几乎是一个底四的下注 对,他选择80% 这个真的下注的蛮漂亮 对 可是Cadeo有中两队 他会在这边抓吗 因为对手这边要bet的话 就只是看有没有jack 对 所以在这边 两队有可能是一个 bluff catch的一个范围 对 对手甚至也有可能是有比他高的两队 因为我们比较高的两队应该不会打这么 也不知道会不会打到这么大 这个尺码就混合的比较好 他选择抓 跟住 好,我们的Peters变成 剩下21个大马 对 22个大马 特别有点 有点 对 有点 对 对 这里面对Hajack的一个加注他直接选择欧林17万 二十四个大王 哇哦哦哦哦 这时候TopRanger是不会盖给他的 100BBCOA 打K勾式可以轻易棋牌 H1看到了一手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底牌之一 在COA这个位置 是二十个大王 拿到A圈这样一手牌是没有办法了 对 这闪是闪不掉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 非常标准的 两方的牌都非常大 对 看一下 可以看到他的衣服非常的可爱 GG 对 那我们的 我们有调了一名玩家 对 场上还剩下一半的玩家 然后我在聊天室有看到 怎么还要带个按摩 后来我发现了 其实仔细看这些按摩都是手面孔 像EPT啊 然后PCA啊 对 然后WSOP啊 按摩好像都同一票了 对 他们也是跟着牌手一样 对 随着世界旅游 对 他们专门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按摩team 对 航档了 对 因为你知道我们像牌手在参加各种比赛的时候 会每天你可能在一张椅子上你要坐超过十个小时 对对对 那你的腰椎颈椎是非常的 疲劳 对 复合是非常大的 那你在这方面 很多注重保养的玩家和选手 他是会 会做一些按摩 推拿 好我们的 呃 Bank Up 在Button选择3bet 一个70黑桃 对 是 Devitz的King Jack 选择抵抗 我常常这种牌我都会被 对手的3b 就直接在没位的状况 我常常就被打盖 好 两方都check 哇哦 中了 这个顶队目前来看 是 又有位极优势又有排力优势 他的心理应该是非常的定心的 在面对前置位的过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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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在10万的底持 下注3万8 选择在10万的底持 对 好然后选择放弃 那成功的收到底持 好我们现在看我们这一座的 除了我们的 chip leader 是马来西亚的 是马来西亚的 其他剩下5名玩家 都是美国的选手 对 那我们chip leader 169个盲柱 有135万3千的筹码 对 这是一张美国桌 对 就一个华人一大五的概念 那我们有2分钟到最后 是马来西亚的 这就是一张美国桌 对 好 那我们在两分钟到处理了 那这个Baycock 现在开始放宽他的 范围 就像我们刚刚聊到 籌码越多的时候 就会打得越聪 对 對,因為你的賠率更好 在這個籌碼量,你幾乎可以把錦標賽當作Cash Game來打 並且你給對手的壓力是非常大的,統治選擇 可能是6-7年前,這不是Jerry,是嗎? 這就是Igor,Philbert,那些人 觀眾有問到說,為什麼他看了18年的比賽,不是沒有時間限制嗎? 這怎麼有30秒? 其實現在有很多比賽,比如Shotcock 它就是會有30秒限制的時間,讓整個遊戲進行的速度增加,就會變快 然後那些就是讓人家不要想得太久,或是有人會故意拖時間幹嘛 所以就有的比賽會加入這個規則 那通常在比賽的一些備註欄,或什麼會特別選這場是Shotcock的比賽 那通常是30秒有的是1分鐘 那所以他們的這種比賽通常會發黃色的方形籌碼 像那種方形籌碼,就是時間牌並不是真的籌碼 就是你每個人可能會有多少的Time Bank可以用 然後用完之後,如果你還是想了很久,時間一到 你的牌就等於直接算是Dang Hand,就直接算是死掉 4牌 好,我們這邊是Ivan,all in了一個15個BB左右 應該是3Ball in被Hacknames拿A8O,選擇跟注 好,頂住Ivan,Doubleup 非常幸運 謝謝 168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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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6 7 queda 앉 努力 可是你看這邊如果是真的空氣在西北,真的是看不出來 這兩把算是比較深籌碼的兩個人的對決 有效籌碼50個大盲左右,盲坐110萬的籌碼 它是5.10,確定是5.10 因為他們已經關閉了這個時間 它是5.10,確定是5.10 好,兩個人都有中 這時候我們的Hack Bands中了一個2nd pair,帶一個貝多夫來做 其實在你擊中第二大隊子的時候 其實可以一半打一半不打 那我覺得你還是可以選一些比較好的Kicker打 然後一些比較Week的Kicker可以Check Top pair也是這樣子,就是你可以選一些比較好的Kicker選擇C-Bad 但比較沒有Kicker的狀況之下可以做一些Bruff catch 對 然後這裡選擇跟住,打得非常穩 那可以看到,TEN上的這張牌是給了UTG玩家非常大的加強 對 他給了兩位玩家都是非常大的加強 對 可是因為這邊他有配合一些Show down value 他選擇的Check 對 算蠻小心的 好,沒有中 Felix 這邊應該要做一個 架子下注了吧 因為TEN是個Check Check 那Dweep這樣6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對 在8萬8的底持,他可能會下注5萬到6萬 5萬5 7萬5 7萬5 下一個蠻大的Bad 對 一個滿持 基本上對手在有位置的狀況之下 這邊不太容易會有順子 因為有順子的話 轉盤應該會繼續打 對 他下了一個接近滿持 對 還是要選擇支付 5 Q配就跟了 對 因為他這裡 不跟的話 還是會會剝削很多 在TEN上他選擇Check過牌的話 就想要來抓對手River 對,River其實 抓或者不抓 他的收益其實都差不多 好,我們Dewy Peters 選擇All-in A6 哇,這55 15個大盲 後手45個大盲 蠻有可能會跟的 如果是我,我是一定跟的 可是考慮到後面有一個群力的 他選擇 他選擇更加打光 然後隔離一下 還不錯 對於兩名玩家來說都還不錯 對 是一個經典的翻譯壁 我們來看看誰能贏下這個Clip 那基本上很難再超越了 我們的Peters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是 走遠了 好 目前我們的 這場賽事的買入已經來到了81手 場商還剩餘39名玩家 現在還是38名玩家 感覺這一把牌 我沒有看到前面的狀況 哦 翻牌後是 過牌 然後選擇缺扣嗎 但是我牌的權益還是 還蠻高的 只是對上對手的AA的話 他這裡選擇主動下注 下了一個四分之一 在99000的底池裡面下注26000 下注一個四分之一超過一點點 那這裡AA 一個標準的Core 因為他這裡如果做Race的話 很容易去 打走對手很小的牌 就沒有比他大的牌 留下一些長牌 比如三條五 而且有位置優勢的情況下 AA在這裡跟注 在合牌還是可以鎖取更多的VALUE 那這邊他的石還是開不了牌了 那打了這個TURN 應該還是要做一次 如果他選擇做BLUFF的話 那好 應該是一個五萬多 選擇一個蠻小的 五萬一 他應該只是希望把對手的10J JQ這種牌打蓋 對 用一個小的家注 因為他其實也鎖定一些他能打蓋的東西 對 我們可以看到優秀的玩家在合牌 當自己的SHOWDOWN VALUE 明確自己小的情況下 他們會對底池的爭奪有很強的欲望 即使他們這樣的下注 很多次會遇上一些 強牌的抵抗 以及抓機 但是長期這樣子做我還是比較欣賞的 因為 因為開牌基本上穩輸的 對對對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說 德鋪這個東西在合牌 很多玩家的 其實大部分普通玩家的劣勢 就是在合牌的BLUFF真的不夠多 對 太少了 像之前的忍鋪大師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一些BLUFF 都是那種三倍怕 四倍怕 五倍怕 那種 當然有時候也是有牌 可是就是他們的BLUFF的size 其實真的蠻大的 而且其實我們 依我們現在 比如說我們現在打牌的一個下注方式 可能都不一定是最佳解 最好的 因為 忍鋪大師 機器人算出來 他是打最佳解 所以他有時候會打一個 什麼三倍怕 四倍怕 可能我們現在不太懂 也許過幾年後 我們能理解說 為什麼機器人會這麼做 因為 因為 去 因為你一旦去做了一個大的 合牌 超額的一個下注 對手的跟注範圍 會被你壓縮到很低很低 對 你要想三倍破的話 你要成功多少次呢 當你有牌的時候 對方會支付你多少 對 我們可以在線下比賽的時候 可以先練習一下 試試看 是否在合牌的超值下注 有很大的威力 好 這邊 QQ 選擇一個 三分之一左右的下注 也是比較穩妥的一個 check call 雖然對手後面也是短碼 後面只剩下11萬 QQ QQ 再打一個小發 然後期待River的簡單的開牌 把一些對手的左手打開 或是 他check 可能就是抓對手River的一些 miss的bet 或幹嘛 他其實也擔心對手有K 他這一槍 完全可以在 他上打也可以在River打 看他自己的選擇 這個7high是不是要想辦法 下注呢 因為對手 這邊反而我覺得 這邊就蠻適合超值下注的 對 因為2high是有可能中一個2嘛 然後對手再做一個check River可以來一個 10萬的超值下注 可以 可以 然後這位玩家這裡選擇的是 在5萬我的底次下注4萬 的確是 給了對手很大的壓力和困難 對啊 因為他現在本身就是一個短碼 那對手很有可能有2啊 有可能有K 對 所以其實這個QQ 有點艱難 有點艱難 是真的有點艱難 對 因為他的後手籌碼也只有11萬2000 對啊 如果他跟錯了這個下注的話 就變超級短碼 對 就會岌岌可危 他表情非常淡定 一點都沒有在投機的感覺 對啊 而且他本身拿了兩張QQ 其實有點影響的是因為他擋掉對手一些買順的問題 對 哇喔 就蓋掉了 對 非常非常棒的一個操作 一個nice hand 一個bluff 對 對啊 開不了牌 你確實上穩輸 所以基本上 有備才有Puff 對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永遠提倡激進 當然不是盲目激進 我們在合適的時機 對 判斷對手的牌力是有上限的情況下 利用位置優勢 像這手牌 前置位是 做了兩條街的check 這裡面對合牌的一個下注地就是很難跟 我們又回到Erik Sedell 好 當只有盲住的玩家的時候 Sedell選擇Limp 他手裡的5-6雜射 那我們的阿森有一個 Q2童花 後手是 85K 那我覺得蠻有可能會O-1 9.5BB 因為對手在很多時候這邊小忙 如果對手只有9個大忙 應該會O-1滿多牌 那大家有可能會Limp做一些埋伏 畢竟他裡面埋伏都是一些非常小的牌 哇 一個打光的面 對 兩個都要打了 這是一個基本是完全會打光的面 那底子是4萬 然後後手是8萬 花卡三勝 跟頂兩隊 這是一個基本會在FLOP直接打光 他选择 他选择 他选择All-Ling 并且秒扣 果然 他选择 茅茅多到奧子 可是还是有40%左右的胜率 茅茅多到奧子 他有12张奧子 依然有12张奧子 没有发出来 GG 他是两发了吗 第二发也是GG 但在这个牌上是没有办法 尼球翻后的cooler 在这个马量 我们的Sedale又再一次的 拿下一个不错的底池 对 这一场我们刚刚已经买 买入的人士将近90个人 是81位 目前还剩下37位 所以其实现场是大概有7张桌子在同时进行 对 这是一个6max 应该是6到7张 那这里实时跟A勾是做了一个 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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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ях 能坑 好 目前 没有 没有什么变化 喔 他的ADJEC多了 买花 多了奧子突然去一牌跑出来 对 喂 沒有抽到 好 我們又掉了一名玩家 他剛剛QQ被BRAV掉 很可惜啊 有一點點 所以其實你看你在撲克上面技術還是很重要的 你沒有牌可以把有牌打掉 這個是你的一個技術的優勢 對 因為要利用位置 剛剛那手牌就是充分利用到的位置 把對手像圈圈這麼強的選手牌 利用位置和範圈的一些牌面發展 強行Move走了對手的高質量手牌 那現在正在要合併一下桌子 有三個字牌 沒有,我們是四個字牌 我們是四個字牌 你倆的運氣 有個字牌在中間的地方 這整個事 不然會被斬,會被斬斬 那阿童你的下一戰是要去哪裡呢? 下一戰是澳門的撲克王 澳門是3月15到... 3月21 對,21 我的房間也訂好了 我也是 我的人是正好嗎? 對,你正好 所以你很幸運 好像是威尼斯人在那段時間是有一個什麼會議 所以是很難訂到房間 我是訂在對面的那個瑞姬酒店 我在美高美 到時候又可以一起打牌了 希望這次能拿到很多好成績 我可以看到重新分桌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重新分桌之後 我可以看到重新分桌之後 在UTG拿到了7-6雜色 好我們的IvanRio有一個算是一個在Button的一個top range A-Shake銅花 對 希望小毛和大毛不要在這裡做出激進動作 我覺得我在大毛這裡有可能會用這頭牌選擇3bet 我會直接蓋掉算了 還好這裡上面不是我 2-3都有擊中 不知道他這裡A勾是會怎麼打 兩個人排都選擇一個slow play的check 對因為他這裡在目前這個牌面太乾燥 他的A勾是極難被超越的 對 他的A勾是真的極難被超越 Handlan應該要保護他的嗎 也沒有選擇保護 選擇繼續check 那這裡A勾是要收取value了 帶了一個3萬 2分之1的底次 面對這個賽斯的下注 3-2還是要跟住一條街 對 對 因為要防守自己的對子 一些high cut 有一些可能miss的狀況 所以要選擇去 我們剛剛看Handlan 其實他的頭也很鐵 剛剛不是一個Q就跟著對手兩隊的bet 對 那這邊他該不會用三野來繼續跟我們Ivan的bet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因為這裡在合牌又repeat goal的情況下 如果對方確實下注 那這裡代表的排力範圍是什麼呢 而且Ivan在flop又slow play沒有bet 對 那他自己又block了3-3這個出合 他沒有跟住 其實這裡 他的A勾是隱藏的還比較好的 對 算是還蠻好的 對 不太有人會認為他有勾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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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Barden夾住 小毛選擇蓋牌 對 我們的 Link 是A9 童花 對 哇 這個 King Queen沒有3-bet 選擇了使用跟住 可能是因為 兩個人籌碼太深了 對 其實他選擇去打一些翻牌後 對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小毛衛玩家應該還是 氣掉了兩張方片 這裡A9依然是 有一定的領先 可是King Queen這邊是不是要下來做個bluff 因為 在對手 他還不錯啦 他這個 King Queen這個牌 在這裡下注是不錯的 因為 他有很大的發展面 對啊 可以提前造齒 對 過河的牌都對他來說挺好的 不是這張啦 不是這張啦 這張有點太過河了點 那 King Queen也有擋一些 可以bluff對手的 JQ啊 的一個組合 所以 他這邊其實還是有機會會繼續做bluff 那應該會遭到一個抵抗 這兩隊還是一個call in range call和race應該都還可以 但是有一張7 對啊 還有JQ啊 對 所以應該會去call 應該是可能選擇call吧 對 對 也不是沒有for掉的概率 看他怎麼去call 對啊 因為畢竟隊友連打兩發 對 哇哦 他現在的 這張7 兩次的River Bluff都過了 對對 他的範圍裡面是有 蠻多的7 好這跟剛剛的牌很像 只是反著開過來 對 對 兩個都是high card 翻前是2萬3 2萬3 翻牌後是Satel KJ 在忙住 KH去抵抗對手的一個seep Big stack 好 我們看到Satel又收持 這位我們的牌壇長青樹 8條金手鍊得主 好 我們現在這邊在桌上看到了 Stanley也上來了桌子 我真的很羨慕Satel這樣子的玩家 幾乎在牌壇裡面泡了半輩子 然後取得了非常讓人 炫耀的群聚 我不知道在我們五十多歲的時候 將近六十歲的時候 我們會擁有什麼樣的成績 對啊 我是希望 如果我們有Satel這種實力長期下來的話 應該贏的數字會比他還多 因為他以前的那個數字 沒有 他以前的撲克人口越來越多 以後獎金額越來越高 那我說他不是獎金 是榮譽 我覺得都算吧 因為你要有榮譽的話 同時伴隨著獎金 因為他現在 我就說如果 我們如果曾經跟Satel一樣 然後打到他這個年紀 我們這三四十年 很有可能獎金 會是他現在的兩倍 我不知道 我想走一步看一步 當然希望結果是有這麼好 Stanley 球 抵抗一個Cube Off Stanley 是 現在 Adams 擊中了頂隊大踢腳 這是一種非常不錯的牌 35 35 35 3.5 35 35 35 哈哈哈哈 這位韓國小姐姐 因為可能戴著耳機在這邊 Kolmkutv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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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那是35嗎 那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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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韓國的文章 其實在韓國的文章 都很可憐 這位韓國的文章 你從加拿大 你從加拿大 不是從加拿大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這一桌的 主桌的籌碼 一樣是我們的 Bekhawk 它是有 130萬 就是130個大碼 那新換上來的 Stanley 籌碼算蠻健康的 65BB 那桌上最少籌碼是 Pedowski 有26BB 其實都還是蠻有得玩的啦 沒有那種 馬上就要直接O-in的籌碼數 對對對 所以其實這個Triton的 比賽的盲柱結構 還是蠻好的 對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盲柱還是五千一萬 潛柱一萬 潛柱一萬 這裡的潛柱指的是BB Anty 是大盲潛柱制 是 Sounds like a Black Mirror episode 好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被藏起來了 我被藏起來了 藏起來了 好 Stanley 有四季不同話 在小毛選擇裡 我會被藏起來了 我會被藏起來了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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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選擇慢打 她的四 在灘上是來到了一張八 Sestä尼要偷下這個底支持 他有一个卡9的绳子 我们面对一个13000的下注 这里的 这个2nd pair 对 K10是应该会做一个标准的跟注 他会做一个加注吗 选择加注 对 这个加注还不错 对啊 这个加注 其实有一些好处 比如说对手只有1 pair 2 pair 他也只能call river check 反而这边如果选择这个加注 可能他可以花少一点钱 去看到合牌的show down 因为这里也是一个在后置位 对前置位的小额加注 做一个比较小额的race 只是一个类似于封锁行动的一个策略 叫freeze action 之前在看到 很多大神在打豪克赛的时候用到这招 所以其实感觉就是什么招都要学 然后什么时候拿出来用 就要看自己懂得多少 对对对 我们可以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刚刚的手牌 虽然他的手里的牌力只是一个中队 但是由于他有位置优势 而在对手在tend上的lead 他做一个这样子的race的话 一方面可以带给他一定的对手的7排率 提高他的绝对赢率 另一方面即使对手有很强的牌 那么这里很可能也是最会选择call 然后合牌 不管是比他大的还是比他小的牌 都会选择check 给他show down的一个机会 因为即使是对手超强的牌 可能也会觉得 这里对手的bluff range还是挺多的 那我合牌要不要再check给你一条阶 然后你再打出来 因为毕竟你是在tend上 对我做了一个激进动作 对 那很有可能 我这里再能在合牌埋伏到你 那如果他真的在合牌check之后 你可以用你的中等牌力的 一些show down的一些牌 去做一个后卫过牌 让对手的埋伏 让对手的埋伏 最后的三个